近日有市民向我们身边栏目爆料 说在瓦窑口的桂花园 有一群专门给人伴舞的女子 只要给钱就可以与她们共舞 还可以随便乱摸 真有这样的事情吗 这几天我们记者通过暗访的形式 对桂花园进行了一番调查 记者来到位于瓦窑口的桂花园 看到有不少市民聚集在这里 他们或是三五成群下棋 或是唱着戏曲 或是在桂花园里小气散步 而在一旁的角落里 记者发现了有一大群人围在一起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些人在围观一群跳舞的女子 经过调查记者了解到 这些女子是专门教人跳舞的 市民只要给钱五块或者是十块 就可以与这些女子跳舞 表面上看起来 这样的跳舞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妥 可是经过记者的长时间蹲点观察 发现这里面的猫一样可不小 若跳舞的女子不反对 男性就可以乱摸舞伴的身体 一些大尺度的动作 还会引起围观市民的欢呼 记者观察发现 这些跳舞的女子年龄 大多是在四十岁左右 而与女子跳舞的女性 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 偶尔也会有中年男子 这个供市民休闲娱乐的桂花园 因为这些跳舞的女子 毅然变了闷儿 最起来就影响市有师母了 还有人的道德挺着问题 是吧 我们有什么想看 超那种 那种我们什么想看的 看不惯 可能就有点败那种 不合乎这个社会的要求 肯定是不好以前不好 应该好好管你吧 我们记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类似的事情 在外地也有发生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 仅仅是身体的摩擦 与抚摸这种半无行为 鉴于正规舞蹈 与蔓延之间的灰色地带 合法还是不合法 很难界定 但是大庭广众之下 众多男女做出这样的不雅动作 难道真的就没有人能管吗 我们栏目将继续关注此事